Family 美国人总是爱把欧洲的东西玩出自己的风格 比如咖啡 战争时期美军拿意识浓缩怼热水的方法造就了现在的美式咖啡 我们现在在外面喝的美式就是在两分一笼里面加30到470毫升的热水 没了就是这么简单 跑车也如是假如意大利跑车是意识浓缩咖啡 纯正且浓烈 那么美国小马车就正好是美式咖啡 简单随意而且价格清明 而假如这三款小马车都各为一杯美式的话 那么这台2017款的雪佛兰科迈罗RS绝对是水兑的最少的一杯 它在三者中最接近一台纯正跑车 这体现在许多地方 纯正跑车讲究啥 诶对 讲究个不实用 越不实用越纯 对比其他两台车坐进科迈罗里面就像坐进了浴缸 而且前后左右的视野都非常狭隘 除空间极少不说 中控屏幕居然是朝下的 一副你爱看不看的样子 无线充电则被设计在了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美规的后视镜还比视频车的小三分之一 而且无法折叠 这超跑般的不实用性 野马只能望尘莫及 挑战者这种奶爸车就更别说了 而如果说挑战者的后排十分舒适 野马的后排能勉强应急 那么科迈罗的后排就真的只是装饰品而已 我甚至都没有钻进去试一试的勇气 当然雪佛兰也深知这一点 所以直接没有给你配easy pass功能 哦你想进后排啊 你按那个座椅垫条按钮吧 科迈罗无疑是这三台车中最自私的一款 但同时又是最容易为其辩解的一款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别人说你自私的时候 你可以说这是给未来小朋友买的变形金刚玩具 问题解决 都是为了孩子嘛 我花40万买个BBA 孩子只会觉得他在路上平平无奇 那谁谁谁爸爸也有 但用这个钱买科迈罗 干这可是大黄蜂啊 这对一个几岁小朋友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而如果你觉得科迈罗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样子货 那就片面了 在2018年一款搭载V8急增发动机的科迈罗ZL1-1LE 在纽伯格林赛道上刷出了7分16秒的单圈成绩 要知道排在他前面的都是些什么怪物 而这台ZL1-1LE版在他老家的售价仅为69995美元 虽然这笔钱在国内只能买到2.0T版本 但他的操控底子还是在的 即使2.3T的野马比2.0T的科迈罗 整整多出了40多匹马力 科迈罗开起来也还是更加灵动 这其实让我挺意外的 你别看他样子好像有点就是有点粗犷 但是在弯道中他甚至有种日系小跑车的感觉 前提是你能忘掉他起步是那夸张的涡轮延迟 这台科迈罗搭载了一副2.0T的发动机 最大马力210匹在5500转 最大扭矩400牛米在3000至4500转 在2022年你可以笑他的引擎数据一般 技术老旧改装潜力小 因为这些都是事实啊 车主之前刷过程序之后踩爆过钢 但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 在2022年你唯独不能笑他排量小 2.0升引擎现在实属大排量了 派对已经快结束了 与之搭配的是一个8AT的变速箱 而这个8AT也是科迈罗更接近纯种跑车的原因之一 纯正的跑车讲究个啥 诶对不舒服啊越不舒服越纯 科迈罗挂倒挡的感觉就像抽了金一样 很有精神 Ginus Set 意思是袜子汁 这是法国人对美式咖啡的戏称 嘲讽其做法和口感上的不纯粹 但那又如何呢 美式依然成为了主流咖啡之一 让更多人享受到了喝咖啡的快乐 小马车依然在跑车市场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圆了不少男孩的跑车梦 毕竟帅是一辈子的事 纯粹能吃吗 这就是驾隔清明的小马车吃得开的原因 我可没有在暗示我们国内的车厂 我是在民事 拜托你们整点好活可以吗 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想看更多不一样的车屏 别忘了点个特别关注再走哦 回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